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着急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要专门带您去北京郊区的一个姓园去好好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们来到了盐庆县香营香 在这里杏树的种植面积有上万亩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杏树种植基地 看到这么多杏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可是在我正式开吃之前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这个杏有多少个品种呢 不知道什么品种 就感觉味道还是不错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会有这么多出乎意料的回答 不过要想回答出这个问题 也是怪难为大伙的 那么这杏究竟有多少个品种呢 不同的品种又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的记者也是特地跟着专家去逛杏圆 请他给大伙说道说道 进了杏圆 这记者仿佛就来到了大观园一样 看到了形形色色 千姿百态 众多不同品种的杏 专家介绍说 这些品种基本都是外来户 都是邻国所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引进来的 这个是红金针 这果子真大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果形的品种 能长到这么大 大个头的红金针可不是北京的土品种 它的老家在山东省朝远县 大秦家乡小渔村 离延庆了510公里 还是个外来户 他被请到延庆来 靠的就是个头大这个特点 一般咱们常见的杏 充其量也就是几十克重 红金针平均120克重 又二两多呢 虽然它名号叫做红金针 可它的小脸蛋却是橙红色的 就连果肉也是橙红色 成熟以后绵软多汁 酸甜适口 哦 好多汁 对 可以吃酸甜甜的真好吃 这第一个出厂的红金针 吃起来十分特别 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棉 哎 这又是什么姓呢 长得可真够招眼的 远处一看红彤彤一片 真是够喜庆的 这个就是西农二十五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西农二十五 那就是脆 果蟋是有点长 就是从那个陕西引进的一个农家的品种 后来我们经过品种选域 把它进行审定了 它的特点就是你看它颜色比较好看 而且口感也比较好 就是因为长得好看 果实味道也不错 西农二十五成了这园子里 综合评价最高的性 它平均单果种一两多 果皮呢 是黄 紫 红 三色相间 它的老家在陕西 这紫红色的小脸 看着是不是挺有老家特点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故意晒成的高原红呢 西农二十五肉质松脆 酸甜可口 这脾气呢就好像是陕西的姑娘 又爽直又可爱 喜欢吃脆馅就得选它 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河北的明星星 串之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酸 太酸了 找一个手脚 它是一个加工和鲜石兼用的品种 以前是我们国家主打的加工品 现在也是 串红它这个品种 就是风产性特别好 然后适应性特别好 别看这个来自河北的串之红 果实不大 吃起来也不是特别可口 在杏中 它能够成为明星 主要是靠两点 第一个呢 是产量高 你看 这一串串长得像葡萄似的杏 产量能够达到一千公斤 足足高出了一般性 出产量的一倍 第二呢 是它的加工性能非常好 是制作罐头和幸福的主要加工品种 果然是明星啊 这个馅长得怪 左右不一致 一面高一面低 那么它会是什么味道吗 你可以尝一下这个 不酸了吧 一点都不酸 我觉得这特甜 你尝尝吗 这个是大片头 它为什么叫大片头呢 就因为它这两片是不对称的 你看 这边多一点 这是甘肃的一个品种 因为一面高一面低 它得到了一个酷酷又帅气的名字 大片头 它呢 它是从甘肃过来的 它不仅外表酷 还是个懂得女孩心的暖男 贝雷西饮爱吃甜食的女孩子 它把自己炼的是特别甜 光是延庆县香银香 这一个万亩大姓园中 就有三百多个姓的品种 好家伙 这么多呀 专家说 其实呢 这还不算多 全国的姓品种 加起来得有三千多个呢 居然有这么多品种啊 猜不到猜不到啊 除了姓有这么多的品种 让人想不到 这姓呢 还有更让人想不到的呢 姓呢 还能够做菜呢 那么姓能做什么菜呢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五花八门的姓啊 接下来我们教大家用姓做的几道美味佳肴 不过今天我不是主厨 我这是个帮主的啊 站在我身边的金牌厨师啊 王建冰王师傅才是我们的主厨 教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菜呢 我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是锦绣 杏肉炒鸡腿肉 为了保持食材的颜色鲜美 先要用热水把西兰花和杏肉用水焯至八成熟 用油把煨好的鸡腿肉炒熟备用 接下来才可以正式炒菜 呛锅 把杏和鸡腿肉倒入锅中 加入适当调料 翻炒 一盘新鲜美味的锦绣杏肉炒鸡腿肉 就可以盛盘出锅了 特别新鲜 好吃吗 好吃 要来这样也非常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 嗯 没吃过这种感觉的香 是吧 特别新鲜 三天开门 三天开门 特别好吃 再来按点烧酒 就太棒了 大天头 我再尝尝鸡肉 嗯 有一点杏的味儿 特别香 嗯 好吃 王建宾师傅说 他可以用杏做出三百多道美味佳肴 他不仅可以用杏做热菜 还可以用杏做凉菜呢 接下来他要教大家用杏做一道简单操作的美容养盐羹 这道菜是杏肉蒸银耳 是一道蒸菜 是一道甜菜 这个银耳是我提前蒸过的 要在家里边做啊 在这小伙子上炖啊 一般炖一个二十来分钟就行 把加热好的银耳倒出来 上面点缀已经蒸熟了的杏肉 再撒上一些枸杞 这款美容养盐羹就做好了 可以热吃 也可以冰镇之后凉着吃 这道菜呢甜润可口 不仅能够去火 还可以美容养盐 您学会了吗 嗯 味道好极了 这杏肉是酸酸甜甜的 不仅味道甜美 而且有助于消化 再配上滑爽的鸡腿肉 不仅低脂肪低热量 而且营养丰富啊 就算烧胖的人吃起来 也完全没有压力哈 哎呦这说着说着 我都有点流口水了 还好呢 这两道菜制作简单 回家的时候 咱们也不妨试一下 言归正传啊 这个杏可以做菜 那么杏还有丰富的营养 这个杏究竟有哪些丰富的营养呢 对于咱们人又有哪些好处呢 接下来要继续为您揭晓 杏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水果种类千差万别 各有各的口味 各有各的营养 杏竟然都叫杏 它们因为品种不同 颜色不同 就连营养味道都不尽相同 颜色味道营养它们之间 还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那么怎么才能根据颜色的不同 分辨出杏的酸甜呢 越黄 黄的发红的那种 应该就越甜吧 如果是那种白的话 应该是偏甜一点了吧 如果是黄的话 应该是偏酸一点吧 按理说如果从红黄白来看 是不是红的更甜一点 就红的嘛 像选樱桃啊 选苹果 都是越红越甜 白的没熟吧 它应该是越红就越好吃嘛 就像那个 就樱桃一样 不也是又大又红就又好吃吗 这酸性也好吃啊 这甜性也好吃 可是酸性怎么选 甜性怎么选 你知道吗 右边是黄色杏肉 左边是白色杏肉 它们两个哪个更酸 哪个更甜呢 让我们掰开一个白色的杏尝一尝 这个要请 这个 你看果肉的颜色也不一样 白的 对 拿一小块吃吧 酸吗 一点都不酸 对 还有点面面的那种 更好吃 把酸性和甜性放在一起 就很容易看出来它们的不同 一个是粉嫩的含蓄 一个是红的泼辣 为什么颜色浅的白色杏 吃起来感觉更甜呢 酸的含量很低 所以即使它糖的含量不高 你吃起来也没有那么酸 成熟的馅颜色深的酸一点 颜色浅的甜一些 您会挑了吗 颜色除了和酸甜有关系 颜色还和营养有关系呢 营养含量也是不一样的 黄肉的那个品种 β胡萝卜素的含量比 比白肉的要高很多 但是白肉的品种的那个维生素E的含量 是比黄肉的品种高的 学会了怎么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来飘性啊 记者露出了吃货的真面目 他甩开腮帮子就想吃 小天啊 讨养人姓商人 李子树下买死人 你都没听说过吗 讨养人姓商人 李子树下买死人 这句话是真的吗 你怎么看呢 是真的 这个奶奶辈儿爷辈儿都这么说 古人能说出这句话肯定有他道理 我妈老说 我听不懂 我觉得应该不对 因为我最多一次 我就吃过十几个 我也没什么反应 我觉得 我吃过十几个 我倒是有反应 吃了好像有十五到二十个杏嘛 然后就拉了两天肚子 真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啊 那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老百姓是有那么一个非常古老的说法 叫淘宝姓商人 李子树下买死人 但实际上这个是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快哭了 原来有人吃杏 引起了胃酸 牙倒这些感觉 并不是由于杏肉中含有有损人体健康的毒素 而是因为还没有成熟的杏里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 人吃了过多的没成熟的杏 才会感觉不舒服 很成熟的杏 熟透了的杏 到圆子里去采摘 那对人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原来这杏只要成熟了 就不会损伤脾胃 吃了没熟的杏 人才会感觉不舒服呢 那判断杏是熟还是没熟 办法也很简单 摘杏的时候 如果摘得很费劲 就说明果实和树体之间的离层还没有形成 这杏呢也不算完全成熟 最好不要吃 熟透了的杏 轻轻一摘就能够下来 说完了杏肉 咱们再说说杏仁啊 市场上杏仁产品也很多 接下来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 这杏仁对于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都说这杏仁有营养 可是杏仁里面究竟有啥营养 你知道吗 特色老大 好多人吃了说这个颜颜益寿 都可以降低党库唇 库唇 应该是对这个胃了 还有那个肠道了 应该是比较好 应该是 为什么 我觉得吃了应该是就通气嘛 维生素 维币 应该有那种油吧 我感觉维生素硬应应该含量比较高 具体不大了解 但是知道它确实这个东西 好像营养挺丰富的 听我们领导说的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杏仁有营养 但是杏仁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这就不是很清楚了吧 其实杏仁含有蛋白质 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的营养成分 杏仁里面还有脂肪油 这个脂肪油可了不起 能够降低胆固醇 对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 有很好的作用 不都说这杏仁的身体也特别好吗 我吃完这杏仁啊 也不能浪费 都给它砸了吃了 应该很好吃吧 哇 哇 好苦 杏仁呢 有苦仁和甜仁两种 苦杏仁中的苦 是一种叫苦杏仁带的物质在作祟 越苦的杏仁 这种物质含量就越多 苦杏仁带 它是在水解煤的作用下 它能产生分解产生青青酸 青青酸就是剧毒的物质 大量服用苦杏仁 就会危及生命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有人说苦杏仁用水泡几天就没毒了 这种说法靠谱吗 苦杏仁当中的毒素啊 用水就能泡干净 这种做法是对的吗 有可能是水呢 也有可能是假的 没轻说过 不大靠谱 它应该是用那个高温的热水给烫了吧 应该 所有人都是这么吃的 我觉得应该是泡掉了吧 你泡 它也不可能说你改变它的那个性质 我觉得 对于这种说法 大伙意见不一致 想象力也够丰富的 那么到底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吃杏仁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用凉水 充分的浸泡 浸泡 一般三天以上吧 三到五天 那个青春酸让它充分的分解 让它流掉 然后这样吃就不会有毒 原来用水泡苦杏仁脱毒的做法是对的 这个可就奇怪了 青春酸是剧毒 怎么用凉水一泡就没了呢 原来杏仁中除了有苦杏仁带 还有水解酶 水解酶遇到凉水 能把苦杏仁带分解成青春酸 青春酸就会融化在水中 杏仁就没毒了 其实无论甜杏仁还是苦杏仁 都含有这种叫做苦杏仁带的物质 只不过是量多量少的问题 越苦的杏仁 苦杏仁带的含量越多 对于爱吃杏仁的朋友 特别要提醒一句 水解酶对于温度十分敏感 不能在高温的水中工作 所以给苦杏仁脱毒 最好使用凉水 虽然苦杏仁有毒 不脱毒呢 还有药用功效 适量服用能够止咳平传 还能够防止肿瘤 但是每次食用不能超过9克 9克有多少呢 大约就是八粒杏仁 做菜时间到 这次请大厨教大家做杏仁路 为了保证食材新鲜 大厨带着记者亲自找杏仁 他们选的是专门的仁用甜杏仁 用甜杏仁 做出的杏仁路 味道更浓 口感更好 王大厨带领记者摘的这种杏 是专门培育的仁用甜杏仁 它里面的苦杏仁带含量特别少 可以直接食用 大厨把这些新鲜的甜杏仁 扒好 直接泡水去皮 把准备好的杏仁 倒入豆浆机 加入纯净水 用豆浆机打磨 过滤以后 按照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当的蜂蜜 不喜欢杏仁味道浓的 可以适当添加牛奶 几分钟 一杯营养丰富 不含任何添加剂的杏仁路 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拜拜 你听到了吗 好像有人在唱歌 我学人和伴唱 最幸福的蜜蜂在这里心眼 北京京生 在这里传扬 岩庆县香银香 因为杏的大面积种植 被称为杏花村 他们还特地以杏为题 创作了村歌 杏花生畜史家乡 20世纪70年代初 在北京市农民科学院 林国所专家的指导下 延庆县开始大面积发展 以杏树为主的林国产业代 如今仅香银香种植面积达到万亩 去年产量达到了1500吨 我们香银香未来的规划 就是打造国品休闲产业代 我们以香龙鹿 这条旅游专线为主轴 准备打造国品观光采摘代 包括鲜石杏 苹果 还有葡萄 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杏 原来也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杏不光可以现摘现吃 还能够加工成杏杆 杏辅 杏仁鹿 杏仁鹿 杏仁油等 这些食品咱们跟杏很熟悉 作为鲜石品种 人们对它又有一些误解 也希望看完今天的节目以后 让您对于杏可以少一分误解 多一些了解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 相关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信息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的 科技院栏目首页查询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其他联系方式获取信息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石头缝里种西红柿 你见过吗 两层楼高的西红柿 你听说过吗 一颗秧子 结两百多个西红柿 你相信吗 科技院下期讲述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